下面讲一下手控操作 手动的操作 然后我们先按修条件 调到手动修条 我们看现在模式是连续模式 连续模式可以通过 A正和F调节手动的速率 手动的修条速率 然后连续模式下 它走的是一个连续量 然后再模式变成寸动 现在单位是一毫米 然后我们外加一毫米 再加一毫米 每次移动量是一个毫米 然后把这个寸动量改成十毫米 然后每次走十个毫米 然后寸动量调成0.1 每次走0.1个给尽量 然后再按手动模式 调成手轮模式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操作手轮 那么准备好了 好了 好了